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满洲西部的内蒙古地区 在日俄战争之后便成为日本的寄予目标 日本长期以满蒙并称 它制造了唯满洲国之后 马上把魔藻伸向这里 炮制出一个猛江联合自治政府 这个伪政权的首脑是德王 德王和溥义真犹如政治上的男生兄弟 他们为了追求伏辟帝制 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投靠日本帝国主 在历史上一般简称为德王的内蒙古王爷 德姆储克洞普鲁 据称是成吉斯汉黄金家族的传人 此人是颇有政治野心 1924年11月份 溥义被冯玉霞的国民军赶出了紫金城 逃入日本公使馆 德王得知之后 立即赶赴北京 到日本公使馆拜见溥义 溥义转移到天军日诸界之后 德王又赶到那里 会见溥义 先行了三跪九寇的君臣大礼 并带去一万银元呈献给溥义 德王这些政治举动 引起了正在积极推行 满猛政策的日本关东军的注意 1932年3月 溥义在关东军揽役之下 就任唯满洲国执政 接着日本又急于把内蒙古 完全纳入他的侵略势力范围之内 想让他成为韦满洲国的护裔 和一个缓冲地带 另外他还想把内蒙古地区作为基地 进一步实现南北张宫这样一个企图 德王也加紧同日本勾结 他想成为蒙古帝国的皇帝 1933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热河 并将热河避入韦满洲国 接着就开始建立一个类似 为满洲国的蒙古 德王就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 日本根据所谓满猛计划 向德王提供武器 帮助他建立一支近万人的军队 这一年7月 德王在百灵庙 联络三个蒙旗的首领 发动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 8月间德王控制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 他所建立的伪军 由日本关东军负责训练 而且跟随日本军队进攻华北 1934年溥义当上了维满洲国的皇帝 德王特地穿上清朝赏给他的蟒袍马褂 戴上朝珠顶带 在溥义的画像前面叩拜牌照 1935年 德王赶到长村去见溥义 又先行了三跪九寇的君臣大礼 祝贺溥义登基称帝 这个时候 伪蒙古政权刚成立 力量还不足 关东军就让德王依附于为满 关东军还指示溥义 封了德王一个武德亲王的称号 1936年日本关东军又操弩德王 直接建立了一个伪蒙古军政府 宣布脱离中华民国政府 成为日本在中国大陆上炮制的另外一个 同伪满并列的傀儡政权 伪蒙政府的施政其实由日本顾问指导 伪蒙军由日本军官训练和指挥 充当了在塞外为关东军打头阵的工具 1937年夏天 德王在归随 也就是今天的胡河浩特 出任了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席 接着他又把所谓首都搬到张家口 出任了蒙江联合委员会的委员长 尽管日本封德王为全盟的领袖 可是他这个伪政权 控制范围内的汉族蒙古族和广大群众 以及多数上乘人物 都把他看成是蒙奸 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内 日本也采取分裂中国的所谓 谋略行动 1935年以后 公然策划建立成为第二满洲国的华北自治政府 这个时候 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也迫使全国人民奋起 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